我們再看時鐘的旁邊 時鐘什麼都講旁邊 但是後面是什麼呢 看到一個東西了 好,Y同學你可以告訴我們 用純線句這個句子應該怎麼講嗎 是講旁邊多著捕娃娃 好,我們再一次是 時鐘 時鐘 時鐘旁邊 吊著 捕娃娃 好,我們再把後 sentence 再完整地講一遍 時鐘 時鐘旁邊都是捕娃娃 好,很好 所以,這裡就是 吊娃娃,它吊在時鐘的旁邊 所以我們用純線句講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再一起做一些練習 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 娃娃娃跟時鐘的下邊 時鐘 是電視機 電視機 電視機的下邊 我先看這一句 電視機的兩邊 電視機的兩邊 怎麼樣 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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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 一對什麼 音響 音響 喇叭 我們既然講一對 一對是幾個 兩個 那什麼東西會有兩個呢 喇叭有兩個 所以這句話要你講的是 電視機兩邊 擺著 一對喇叭 現在我們再看 電視機下邊 放著 許多 電視機的下邊 放著 許多 這些東西怎麼講呢 視聽器材 好,很好 這是比較難的一個詞 叫做 視聽器材 就是包括所有的 Audio Video的一些機器 統稱叫視聽器材 好 那我們再看看 右邊這邊 這圖案的右邊 右邊這邊看到了什麼 沙發 所以我們會講說 右邊放著大沙發 我們不需要量子也可以 所以我們講 右邊放著大沙發就行了 好 那我們現在 沙發上有什麼呢 我們先看沙發前 沙發前 有什麼 筆記型電腦 notebook 筆記型電腦 那我們現在要表達它的方位 我們怎麼講呢 沙發前 放著 放著 一台 一台 筆記型電腦 好,很好 所以這是一個純現句的講法 那接下來我們講 沙發上面 沙發上面 看到了什麼 放了什麼 貝子 放著 一條 一條 貝子 貝子 這對你來講是貝子 對我來講是毛毯 所以都可以 原來你家裡蓋的貝子是這樣子 也可以 所以 你說放著一條貝子 放著一條毛毯都可以的 好,那最後呢 這句話比較長一點 就是因為它的object的部分 有兩個object合起來 用連接詞合起來 這個m的 和 所以它是講的 時中右邊 我們現在看時中右邊 時中的右邊 哇,看到這個東西 時中右邊的什麼理 時中右邊是什麼呢 是書架 哦,是書架 剛剛聲音詞有學過書架 所以這是書架 時中右邊書架裡 擺著 右邊的書架裡 書架裡擺著什麼呢 擺著 什麼 有什麼 光盤 還有什麼 書 所以 現在我畫線要你們填入量子 就是擺著多少光盤 很多 很多 許多 很多 光盤 跟多少書 一些書 一些 或者是 幾本 幾本很好 一些 幾本就是表示 not many 的意思 所以我們量子這邊 一些書 很多 光盤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剛剛所做的 練習老師 再把這個 剛剛的練習 再放四這邊 好 所以這邊已經加上了 我們所有你們練習的部分了 所以 左邊牆上掛著一個時鐘 時鐘旁邊吊著褲娃娃 電視機兩邊擺著不對 接下來 Vira同學可以幫老師念完這些句子 讓大家同學再複習一下 純線句 電視機下邊放著許多視聽器材 右邊擺著大沙發 放著 沙發前擺著一台 幾機型電腦 沙發上面放著一條毛毯 時鐘右邊的書架裡擺著很多 荒盤和幾本書 好 很好 所以你看看一個 純線句也可以這麼的複雜 有這麼多的字在裡面 可是同學們只要記得 它的語序 它的word order是非常的fixed 就是第一個位置 place word 夜部位置 動詞 第三個位置 助詞 第四個位置 數量詞 第五個位置 object 名詞 那這一句甚至還有兩個object 擺在一起 所以它用一個連接詞 and的連接起來 好 所以這樣子 練習這麼多了 最後 今天的最後 我來做一個 讓同學們 自己造純線句的練習 自己create一個純線句 根據你所看的 因為我們這裡還有很多object 我們都還沒講 所以同學可以找任何一個 你看到的object 然後用完整的純線句的句型 來表達這個object所在的地方 我們從Vira開始好了 你告訴我 你可不可以做一個純線句 找找裡面的object 地毯上擺著一張瑜伽墊 哦 Vira的中文 非常好 所以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瑜伽墊 就是在做yoga那個pad 所以呢 它說的是地毯上擺著一個瑜伽墊 這個就是一個純線句 然後接下來 y 你可以造個句子嗎 對 門邊放著一面大鏡子 好很好 非常地清楚 老師聽得很清楚 他說的是 門邊放著一面大鏡子 一個big mirror 所以它是用純線句來講 你講得非常地正確 好 所以今天同學們都很輕鬆自然地 就學會了純線句 然後也很簡單地 就自己造出完整的純線句 所以這個純線句 我想今天同學已經都學得非常好了 那麼我們下一節課回來 我們再來教這個Lesson 29 裡面的還有其他的文法跟其他的句型 跟其他的聲詞跟用詞 所以我們今天同學們很努力地把這個部分上完了 那我們就下課謝謝大家 那回家還是要多多地複習這些字跟文法 好那我們就下課了 謝謝大家